今年度流感疫苗第一阶段在11月15号已经开始施打 新竹市接种人数已经有15000多人 第二阶段从12月8号开始 对象是65岁以上的长辈跟学龄前的儿童 上午9点多新竹市北区卫生所就有许多长辈跟小朋友等候 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也前往关心疫苗的施打状况 那第一阶段的开打已经大概从11月初 那我们现在12月8号开始就是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还有学龄前的幼儿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打流感疫苗是一个道德的行为 因为我们希望照顾自己那也能够是照顾家人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三区的卫生所还有63个诊所 那欢迎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疼惜自己来打流感疫苗 新竹市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依照三阶段开防对象到三区的卫生所 以及63家的合作医院诊所就近接种疫苗 有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注射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力 那尤其是今年呢我们是有三架的疫苗变成四架的疫苗 所以保护是更新周全 那通常来说你打了疫苗之后大概两个礼拜才会形成完整的保护 因为今年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布流感的疫苗株的时候 是比较晚的 所以包含台湾以及其他国家都有流感疫苗注射 比较平常的时间晚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更注意我们的咳嗽礼节以及预防的措施 比如说请洗手 那出入比较拥挤的场所 我们就戴口罩来保护自己 9号是公费流感疫苗第二阶段开打的第二天 也是第一个上班日 接种工作在11点截止登记 总共有1100人完成接种 呼吁长辈要把握疫苗的接种机会 我打你就煮了 没错 但我们都来煮 打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感冒 所以在这个一开始你就赶快来打 对 等到20分钟 变天就容易感冒之类的 所以打了之后 会比较不用常去靠诊所 就差不多这样 之前看蛮多家长得流感状况都还蛮严重的 就是打流感应该可以减缓小朋友 如果的流感的时候的症状 我们这是第一次打 对 第一次是第一次打 所以也是在就趁着这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来赶快来打 因为今年比较延后了 所以想说赶快有保护力这样子 新住市今年向中央争取到11万8千多剂的公费流感疫苗 并且首度由三架升级为四架疫苗 提供更好的保护力 呼吁民众不要放弃权益 要带家中的长辈跟幼童 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 开破新植万事联采访报道 好